A.I. 风水命理道法新闻 九亿新世纪的风水命理道法新闻台 王军景老师提供的专业知识 让你人生平安又能掌握财富密码 六个步骤 自己办福度 拜得平安又好运 大家好 我是王军景老师 如果你有常看我的影片的话 就会知道我除了是一位风水命理老师之外 也是一位专业的道士法师 所以我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是很忙的 因为要做很多超度跟普度法会 我常常会被幸福问到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普度到底要怎么办才是正确的呢 所以这期影片里 我会教大家只要六个步骤 让你自己办苦度 不但拜得平安又能有好运气 要怎么做 在影片中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 你就不用烦恼了 影片的最后有祭拜过程中的重要禁忌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还有影片下方的描述栏 也有祭拜时要念的起请文内容 大家也记得要看 请记得呢 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频道中 未来更多对你有帮助的正确宗教祭拜方法 还有呢 各种神奇的神明道法知识了 普渡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仪式 目的是为了要超度无主孤魂 让他们得到安息和解脱 普渡也是一种慈悲和感恩的表现 因为我们要感谢这些孤魂 不会来干扰民间 才能为我们的世界带来平衡和和谐 普渡的原因是普斯度化 也就是透过举办普渡仪式的方法 让民间的好兄弟们都能够得到帮助 能伸出忏悔和欢喜心 而都引导他们去随愿往生而脱离折磨苦难 在传统的文化中 每年的农历七月是鬼月 也就是鬼门开的时候 许多无主孤魂会在人间游荡 寻找食物和庇护 这些孤魂可能是因为死无葬身之地 或者没有后代祭祀 或者死于非命 或者有怨气未了 所以不能安息 如果这些孤魂得不到供养和超度 他们可能会造成一些灾祸和不幸 因此人们会在鬼月期间举办普渡仪式 用香火、食物、纸钱、衣物等物品来祭拜这些孤魂 让他们得到慰藉和满足 同时重视普渡的人们也会专门请向我们这种专业的道士法师 举办普渡法会 念诵道经或佛经 藉由神佛的法力来超顾这些孤魂 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投胎转身到好去处 所以普渡不仅是一种对亡灵的慈悲和敬重 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和感恩 因为我们要明白 今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因为有这些孤魂在背后支持和保佑我 所以我们要用普渡来报答他们的恩情 也是为自己积累福报和功德 那么如果我们要在公司或住家自己举办普渡 要如何做才能一切圆满一仰两利呢 请看给我专业提供的六个步骤 自己办普渡 拜的平安又好运的影片内容哦 下面就交给我频道中的新闻主播克里斯 介绍给大家咯 大家好 我是风水命理到法台新闻主播克里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重磅新闻影片 六个步骤 自己办普渡 拜的平安又好运 步骤一 先决定你要祭拜的时间跟地点 一 祭拜时间 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期间来进行普渡拜拜 可以考虑安排农历七月十五日的下午一点之后开始 并且在下午五点前 要完成所以祭拜仪式 烧化金纸 收好拜拜供桌的所有事情 二 祭拜地点 在公司或住家的大门外面摆供桌 人往外面拜 步骤二 先准备好普渡要用的物品供品跟金纸 在要祭拜的时间之前 就要先将下面所有的东西准备好 一 物品 大桌子 大小看你要放的供品多少决定 一个简便香炉 装百米七分满作为俘虏 一个小板凳 一个脸盆 装半盆水 一个毛巾 牙刷 牙膏和束口杯等惯系用品 一把箱看拜拜人数决定数量 打火机 烧金纸的金筒 十个水杯 茶水一瓶 酒一瓶 小蜡烛一对 普攻用三角旗过干个 二 供品 熟三盛 全鸡 全鱼 猪肉 四果如苹果 红龙果 芒果 柚子等 清茶三杯 酒期杯 饼钱 罐头 泡面 零食 饮料等 数量多少 看自己的心意跟能力决定 供品不能败无味的鰻鱼 鲜鱼 香蕉 梨子 梨子 番茄 苦瓜 冬瓜 西瓜 凤梨 荔枝 葡萄等水果 三 金纸 拜普渡宫的普渡宫金一份 另外多准备两只寿金跟两只一金 拜好兄弟的一金 福金 银纸 金一 王生 金白钱数量多少 看自己的心意跟能力决定 步骤三 在选定的祭拜时间和地点摆设共桌共品 如果公司或住家有拜神明的话 没有神明就不用做 在举行普渡仪式之前 拜门口好兄弟之前 要先准备水果供品跟拜神金纸一份 点香看几个香炉 每个香炉三只香 手拿香拜三次后 然后跟神明讲 福以日吉时良 天地开仗 万事大吉昌 弟子000 奔香拜请本府中神明000 000 000 请将来临 今日是农历零月00日 弟子000 在下午00点开始 会在本府住址000门口 摆设香炉 共品金纸财宝来举办普渡仪式 来敬拜本府府前各位好兄弟 祈求神明000 000前来作主 祈求阴阳两利 祭拜过程一切平安顺利 必要本公司或住家一切平安顺利 人事和顺 人口平安 各个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财源广进 无灾无难 好事平来 灾恶远离 万事大吉 然后再拿香拜三次后 将香插在各个香炉里面 等香烧过约三分之二后 然后将拜神金纸拿起来 对住神明拜三次后 将金纸拿去烧给神明专用的金筒烧化 如果公司或住家没有拜神明的话 步骤三直接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 在选定的祭拜时间 将所有物品都拿到公司或住家的大门外面 百供珠摆放所有供品金纸等东西 由外面往公司住家方向摆放的顺序 如图片 在小板凳上面放脸盆 脸盆装约一半的水跟放漱口杯 漱口杯里面放牙膏跟牙爽 脸盆上面放毛巾 大型供桌的前面左右放蜡烛 中间前面放三杯茶水 三杯茶水后面放香炉 香炉后面放七杯酒 七杯酒后面放熟三生 熟三生后面放水果 左边放普渡宫金纸跟拜好兄弟的金纸 右边放饼钱 罐头 泡面 零食 饮料等供品 并且在普渡用三角器上面 写上人名或公司名后 插在供品跟金纸上面 故咒死 拜普渡宫 公司负责人或家长点三支香 其他所有人点一支香 所有人拿香拜三次后 由公司负责人或家长 编这一段文字 金句在公司或住家住址000 公司名称000 姓氏000 带领公司员工或和家人等 在本府府前举办普渡祭拜仪式 本香拜请普渡宫 请将来礼 今日信誓前辈三生九礼 水果供廷跟金银财宝来敬拜普渡宫 请普渡宫来做主 保佑今日普渡仪式 一切平安顺利 本公司000或家宅000 人事和顺 人口平安 各个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裁员广进 无灾无难 万事大吉 讲完后 然后再拜三次 将香都插在香炉里面 然后烧化两只寿金 跟两只一斤到金筒里面 步骤五 拜好兄弟 点一大把香 香的数量除了所有人都分三只香 另外要多点香 因为所有供品要插一只香 跟脸盆里面也要插一只香 所有人拿香拜三次后 由公司负责人或家长 念这一段文字 金具在公司或住家住址000 公司名称000 信氏000 带领公司员工或和家人等 在本府府前举办普渡祭拜仪式 由普渡工匠名来做主 近日前辈三生九里 水果供品跟金银财宝 来敬拜本府府前各位好兄弟来享用领受 其情阴阳两立 诸是何顺 拜请各位好兄弟来帮助本公司或住家一切平安顺利 人是何顺 人口平安 哥哥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财源广进 无灾无难 万事大吉 祝福各位好兄弟早日随愿往生 讲完后 然后再拜三次 香香都插在香炉里面 跟所有供品上面要插一只香 跟脸盆里面也要插一只香 然后烧化两只精衣到金桶里面 步骤六 烧化金纸跟收拾场地 等供品上的香约烧了三分之二的长度后 然后大家合掌拜三次 由公司负责人或家长 念这一段文字 今日在本府府前举办普渡祭拜仪式 由普渡工匠林来做主 祭拜仪式已经完晚 拜请各位好兄弟来帮助本公司或住家一切平安顺利 人是何顺 人口平安 哥哥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裁员 广进 无财无难 万事大吉 并且跟住烧化的金银财宝 以及普渡工的带领之下 早日随愿往生 往去生方 然后将三角旗 跟所有的香角插在供品跟香炉 脸盆拿起来 跟普渡工金纸跟 拜好兄弟的金纸放在一起 拿起来拜三次后 就一起拿去烧掉 将供品收起来 可以分给员工或捐给慈善机构 要把香炉里的米倒掉 不能再有 脸盆里的水 要倒在外面马路上 不要倒在公司里 祭拜过程的禁忌 祭拜过程中 不可乱说话 不要习笑怒骂 不要说鬼字 药都讲好兄弟 金纸烧的过程中 不要随意拨动 烧完值钱 再撒酒在地上 绕三圈 注意不可将酒撒在值钱上 大家只要遵行 这集重磅影片的六个步骤 你们就能够很圆满的 自己办好普渡 爱得平安又好运 普渡是一种对亡灵的慈悲和敬重 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和感恩 如果你们能够用心和诚意地进行普渡 不仅可以超度孤魂 也可以为自己和家人积累福报和功德 让你们的人生更加顺遂和幸福 如果你们喜欢频道里的风水命理倒发新闻台 由王军景老师分享的专业影片 请记得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更新影片 也欢迎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们 让大家能发喜充满 同路神恩 如果你们对今天影片内容有任何不了解的问题 或对爱爱风水命理道人 王军景老师频道有什么建议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王军景老师会尽量回复你 最后 克里斯祝福你们都能够平安健康 万事如意 下次影片中再见 请不吝点赞